第四千二百七十七集 任非凡和他一师一友 这个谎言也没有任何的破绽 关键任非凡的存在碾压一切 加师上还在石洛之海腹地 寻找幽冥圣花 叶辰言及此处便道 是我实力低微 拖了老师后腿 他以通天手段将我送出 并嘱咐我在这幽天古城等他 叶辰唯唯道来 今日我来此纯属是意外 观战到江申宇与那正义一战 因自幼习得轮回推演之术 观得那正义乃是凶星 贸然出手会沾染因果 这才制止 叶辰解释道 一旁的江申宇此刻开口道 二叔 我接到消息便是匆忙赶回来 江家二爷生怕自己的侄儿 会泄露什么秘密 急忙使了个眼色示意 江申宇心神领会 轻壳一声 这才避重旧轻道 为了检验建议 这失落之海之地的剑修 进阶成为了我剑下亡魂 今日归来 约战着正义 也实属是一时兴起 再加上 郑家那妮子的风情不好 这才临时起意 击杀正义 料想这灾星 乃是郑山青的狡猾的丫头所布置 为的就是将这因果 驾驭武身 所幸被夜兄相救 江申宇此番道理 既蒋明白了夜臣出现 并非刻意安排 也给了夜臣一个面子 救了他 等于结了善缘 夜臣不重要 但他背后的那个师父 何其恐怖 江家少主 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江家二爷心领神会 执自这般座态 他这个当叔叔的 怎能看不明白呢 原来如此 多谢小友了 江家二爷抱拳答谢 要知道 这礼仪可是同辈之间才有的 这二爷这般座态 也是其意不变自明 这幽名圣花 尊师怕是采摘不到了 中年人目露遗憾之色 开口道 原何 夜臣顾自一副惊恐之状 中年人见状 倒是哈哈一笑 小有莫及 这幽名圣花 乃是我幽天古城至宝 我族强者 每到这时节 便会组织大军 亲自前往采摘 五日前 我大哥 也就是羽儿的父亲 才采摘了一批 新的圣花归来 尊师前去 怕是扑了个空 夜臣假装一正 那江家二爷便继续道 小有 你且联系你师 让他速速退回 前往我幽天古城江家 你今日救了羽儿 一珠宝药 我江家赠予便是 江家二爷 一副豪爽的模样 此番话 面子 里子 都是给足了对方 夜臣也不矫情 对着中年人 拱拱手 旋即对天空 发出一道 飞剑传书 多谢圣尊 未经禀告家师 无日便可抵达 这一番手段 倒是令得江家二爷 放心了不少 如果江家能有 夜使天师父的助力 绝对能成为 此地的真正巨拨 既然小有第一次来 便随我一同回府 这几日安住 跟羽儿切磋切磋五计 也可等尊师前来 夜臣心中一笑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五道轮回徒 可能还要借助江家之力 如此一来 便是叨扰圣尊了 就这样 夜臣光明正大地 住进了江家府邸 这几日与五吃江申语 也是相谈甚欢 两人切磋了一些 剑修与炼丹方面的东西 夜臣只要随意 抛出一些剑道理解 足以让江申语神魂颠倒 毕竟夜臣是掌握 止水一剑的第一人 论剑道绝对的无敌于世 这一来二去 夜臣也了解到 除了幽天殿与阴魔圣殿 等本土势力之外 这幽天古城的几大家族 也是深不可测 七体运比之阴魔圣殿 也不过是差了几分 这江家与郑家 正是几大家族之一 夜臣更是侧面了解到 这江申语的父亲 实力更是惊人 也不知道 与青音此刻怎么样了 夜臣心中有所思虑 但这一边和江家接触 虽然眼下 还尚未触及到 圣古遗迹的消息 无非就是自己 还未完全获得信赖罢了 只要接下来的 细眼全套 自己这个便宜师父 出现再露两手 不怕的江家 不与夜臣结盟 这样一来 圣古遗迹便是唾手可得 毕竟这圣古遗迹 乃是头等大事 各大家族都在寻求合作伙伴 听闻这江家与郑家 颇为不对付 一旦江家不可为 那么死对头的郑家 也是夜臣的一步棋 先前夜臣与江申语一战 左右都是机缘 此刻在郑家府底 听着影子的汇报 郑山清秀眉微频道 这么说 这个夜市天 还有个极其强大的师父 与其接触 看看能否拉拢到我郑家 圣古遗迹 若是能得其师出手 虎道轮回图 就是我郑家囊中之物了 对了 郑义的事情 也解决了没有 郑山清开口询问道 暗中的影子沉默半上 因为了解到了 夜市天师父的事情 属下擅自做主 就先回来禀报了 郑义还未覆灭 郑山清清寒手道 无妨 一个废物而已 你抽空处理掉便可 这个夜市天 想办法接触 如果事不可为 那便抹去 玄吉他做了一个 抹脖子的手势 明白 郑山清一声令下 暗中的影子便是 飘然而去 画面回转 江熊 有没有时间 带我去古城看看 小猪几日的夜晨 倒是半点 没把自己当成外人 碰上急匆匆 前往仪式大厅的 江申于 一把拦住转道 江申于并未停下脚步 神色也是略显匆忙 对着夜晨解释道 我便不去了 家族有些重要事情 要商议 夜兄尽可随便逛 寄我江家的账便可以 严毕便是匆匆而去了 莫非圣谷一计出事了 望着江申于匆匆离去的背影 夜晨喃喃自语道 看来 我这师父得尽快出面才行了 再晚 怕是要失去先机 夜晨双手附在身后 正在思考五道轮回图的事情 突然他发现了什么 淡淡道 跟着我这么久 也该出来了吧 虚空波动 一道身影出现 夜晨天先生 我家小姐有请 对方不卑不亢 沉声道 哦 夜晨心中泛起了敌果 这么快就找上了自己 看来这郑家的办事效率 果真不一般呢 与此同时 江家议事大厅内 却是仅有三人 偌大的议事厅内 显得空旷了不少 父亲匆忙唤我前来 可是胜骨遗迹有了异常 一袭黑色长衫寒霜剑 背负于身后的江神雨 或有一番剑道无双的气势 在他来之前 议事厅便已经有了两名中年人 正是他的父亲和二叔 武城的顶级强者之一 不久前 我去了盘武天帝遗迹 却发现有人截足先登 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但我能感觉到对方很强 甚至能让我仰望 盘武天帝 我们是不能指望了 这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家族长老们 不过 今日来那蕴含五道轮回图的 圣古遗迹大能 布下的阵法 愈发薄弱 我等可以如期 联手攻破 江神雨摩前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却听得父亲继续道 但也正是如此 我们这些老家伙 一旦踏入 可能导致遗弃大门处 空间崩碎 到时再也回不来了 这 难道 江神雨不解 这也就代表着 我们这一辈的老家伙 都无法踏足那片空间 搜寻五道轮回图的任务 只能由你一人来完成 江神雨二叔此刻开口道 不错 如此一来 你的压力 江神雨的父亲此刻 却是担忧起来 自己的儿子虽然实力毋庸置疑 但这一身的傲骨却也是麻烦 江神雨文言 却是轻轻一笑 父亲放心便是 失落之海之境 年轻一辈之重 我不惧任何人 这是独属于剑修的傲气 一见光寒十九州的魄力 这次 我们也是商议再三 决定每个家族 派出后辈子弟两名 可携手同床胜骨一计 我江家除了你之外 宇儿 你再举荐一个人选 江神雨的父亲此刻开口道 这 这下江神雨也是泛男 江家的后辈子弟之中 除了他之外 倒也是有几名天资不错的存在 可这些人 拿到世俗界还算是根骨不错 可面对自己 连半招都是撑不过 去了圣谷一计 不过是丢人现眼罢了 我倒是有一个人选 思虑再三 江神雨眼眸一亮 急忙开口道 江神雨二叔此刻 站了出来 眉头紧皱 你是说 夜市天那个小子 不错 他的实力与我相仿 上次一战 胜负手 还不好说 我甚至感觉 他留存了实力 而且作为一名单道天才 他有资格助我 江神雨说的是实话 哦 还有这等人 江神雨父亲 满目疑惑 望向自己二弟 疑问之下 他才明白 事情的来龙去脉 剑道和单道 同时逆天 江神雨父亲 眉头紧锁 如果是真 那么即便是他 也不得不认真款待 要知道 单道强者 对于每一个追求突破的修者来说 都是至宝 可靠嘛 江家圣主此刻 再次开口确认道 目前没什么异常 夜市天本人 也的确是一名单师 他还教授了我许多炼丹之法 不过 我在这方面天赋一般 江神雨深知 自己也不是那块料子 要是这么简单 舞者之中 也不会这么缺炼丹师了 还有几天时间 如果夜市天的师父出现了 可以考虑夜市天随你闯一计 否则 江家圣主 此刻下达了命令